如果这些事情被日本的政府他们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愤怒 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因为毕竟约的 一当初是签了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了 邻国二十六年 但要是从九一八算起 我们已经整整大了十年 是光绪二十一年 那一年 蜻蜓把台湾各让给了日 那一年 中国人临身抗日 与此时时 非常真正 天宗 你们这些台湾主 跟我们日本人比 你们两人 你们两人 長官 すいません 私は看護婦で来たので 慰安婦ではありません 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忘れるな お前が日本の武士を慰めるんだ 你那是很厉害的 不明 此人 慰安婦 您还有一个个人 好奇 来吧 一杯付架 来吧 坐下 我们在于历史台湾史克刚的描述 我们能够站在当时候的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立场 没关系大陆网友不喜欢我讲那个事情 想说写烧烤歌 因为他那个商座的意思就是说 他经济有衰退 所以不是出国去玩 而是在国内里面穷有 都在那边吃烧烤这样 我到我里面是我有回应过 所以现在每天都大陆 可是大陆网友其实我也透过 那是一个成功的行销 我觉得大陆网友也真的是 但是水准不高啦 国别爱话 难道中国队进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转播人家讲说他是支纳队吗 我们也没有人这样做对不对 不过黄伟汉这阵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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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可是我在日本买免税品 他也不是要写那个免退税单吗 写退税单的时候 那个店员就直接写中国 来自中国 对你说我气不气 我当然气 我赶快跟他更改 说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然后国际对于 China的误解是最高的 那所以你就要把那个误解降到最低 你要把辨识度放到最大 让人家哇一看就明了 那这件事情不是很好吗 中国 中国 我就其实也不会没有去点名说 这个范成年或是哪位 讲什么要对岸 但我只是知道说 我们国民党在通过这样一个新的两岸论书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去对岸同意 为什么要听谁谁谁 我们要有自己的抗压性啊 我们要先问别人 我们应该在乎的是台湾2300万同胞啊 你先问了2300万人同不同意啊 怎么会去问别人 去问北京或什么 我们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分支 你这样